我們有個舊子的裸裸 我們一千個都不答應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看到一個很搞笑的中共國的文件 帶大家來讀一下5月9號由中共東莞市司法局發出來的公文 關於組建法理鬥爭民兵牌的通知 在5月底前完成直屬機關委裝部 根據市值公委裝部文件要求 我舉你成立法理鬥爭民兵牌 並於5月底前完成市值屬機關武裝部 向詮釋律師事務所 徵集18名律師或律師助理加入民兵組織 徵集人員條件18至45歲之間 身體狀況良好 共產黨員退休軍人優先考量 我們這些境外勢力很早就在講啦 中共一直在走回頭路 小粉我一直都不相信覺得中國一直在往高樓大廈越蓋越多 越蓋越高的這種氛圍在發展 請問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聯嗎 時代的科技進步本來樓就會越蓋越多 樓就會越蓋越高 而且這是基於你的人口需求 有沒有這個要求 才有這個條件要不要蓋得高 這跟我們說的人性啊 制度啊 法理啊 法治啊 這個人間的這個真善美啊 請問這些的倒退跟你說的樓越蓋越高有什麼關聯呢 我們來看一些中國網友的評論 組繭法理鬥爭民兵牌是什麼玩意兒呢 難道是中共見到了上海懂法的群眾 專門組繭起來對付敢言的法學教授或學者 打不贏就糾纏 這不就是文革式流氓嗎 司法局難道要文革復辟打倒法學教材嗎 上海人的主張完全是有法理的 法理鬥爭民兵牌是拿什麼來鬥爭 用假法理鬥爭爭法理嗎 真的是一笑大方啊 還有另外一個網友說 假裝自己生活在法治國家 上海老頭兒試圖跟上門的警察啊 講法啊 法學家試圖跟政府講法 都是一種扮演 就是讓我們假裝我們生活在法治國家 所以你也要遵從法律 這其實就是不誠實的 剛才看見東莞市政府在招聘律師來組織 法理鬥爭民兵牌 專門來對付你們這些敢講法的人了 我們從目前得到的資料來看 這個法理鬥爭民兵牌啊 從2020年就已經有了啊 還有一篇是2021年的文章 帶大家來看一下 來這篇文章是2021年的5月11號 集合民兵點驗點驗ING 法理鬥爭牌展風采 安定區任務部2021年期幹民兵集合點驗大會拉開了序幕 其中安定區法院8名幹警集結成法理鬥爭牌 我是中國民兵 我宣誓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積極參與 我是中國民兵 我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參與 所以這個東西啊 是屬於這個國家的還是屬於這個黨專屬的 如果是屬於這個黨專屬的呢 就跟希特勒的黨衛軍是一樣的啦 你們也可以去翻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面啊 還有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啊 他們是聽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的呢 還是由共產黨領導的黨衛軍呢 其實你們可以去翻一下憲法看一下都有寫的很清楚啦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啊 要求全民皆兵每個人還可以發一支配槍 然後一直到了文革 跳什麼中字舞什麼東西的啊 每個群眾都以為自己也是有法有理的 然後去批鬥一些高知識分子高學歷分子 你有理有怎樣 我有理我人又多我們又有槍 你就等著被我批鬥吧 所以文革都是這樣子啊 我們可以知道文革那個時候的時期就是 毛澤東在對抗自己內部勢力 他想要爭權奪位 一部分也是跟彭懷德鬥爭啦 但是啊民兵牌或是民兵團這種東西啊 在1984年之後啊 中共就非常掃集到根本就是沒有了 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啊 這個詞啊 中國又偉大復興啊又走回頭路啦 所以我覺得這也可以側面說明啊 習近平的黨內鬥爭非常的嚴重 需要主力這種民兵牌的東西 需要回到像毛澤東以前那種文革的時代 因為我要黨內鬥爭 我需要製造民眾跟民眾之間的對立 我需要去煽動 我需要去轉移矛盾 我需要運用這股力量去對抗 我自己黨內的鬥爭 所以搞了這種東西啊 那現在又是一樣的套路一樣的模式 所以我覺得這種可能性還是非常大 不然你搞這個東西是在幹嘛的 我們從中共國的法律裡面來看啊 不論是兵役法還是國防法 都沒有設立這種法理鬥爭牌的依據啊 而且你們也毫不必會使用到鬥爭這個詞 結果小粉卻成天在說 我們這些歐美國家或是台灣這些國家啊 才在鬥爭啊才在搞文革啊 你搞笑吧 你國家有法理鬥爭民兵牌 你們每天在唱紅歌帶紅領巾 在讀習近平思想古本 然後你跟我說我們這些人在搞鬥爭 我們是文革 我們被洗腦了 你邊罵著我們的同時 你自己的小孩 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唱著紅歌 你這樣講不覺得搞笑嗎? 要不要去看看你們的大白在幹什麼? 我再請問一下這個法理鬥爭 是要跟誰鬥爭? 請問是跟人民鬥爭還是跟政府鬥爭? 從立法、司法、執法的層面來說啦 這些法理鬥爭民兵牌 是站在誰的角度、誰的利益 又代表誰要去跟誰鬥爭呢? 裡面文章提到了嘛 我是中國民兵 我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後面利益是誰? 後面的角度是誰? 它代表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要去鬥爭誰? 當你的權力被中共破壞的時候 在中國跟政府講道理 講法律啊 你是自討苦吃啊 你從地方告不已 然後你就會去上金、上訪 上訪就有兩種結果啊 第一種就是 當地的官員派出公安去幫你解訪 相信這個網路上一堆影片 真的是一堆啦 不是一兩個啦 一兩百條啦 第二種就是已經打電話致電 那邊北京信訪局的人 說哪一天那個人可能會去啊 照料一下 決定載你啊 你知道怎麼做的吧 很多很多這個上訪的 最後都是不了了之啦 這跟古代的中國有什麼區別啊 這個大家都看過周星馳的 九品之馬關這部電影吧 裡面是不是也是這個套路 都一樣呢 我告當地的官員被當地的官員弄 告不已我跑去這個北京上訪 我去上訪的時候又被解訪 然後已經有人致電了 已經有人去寫信去照料 說我會去上訪 所以好好關照 怎麼樣我都告不已 因為那部電影是他剛好遇到皇帝 那個皇帝又剛好是所謂的明君 所以才救了他一命才幫他翻案 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在靠一個明君 或是一個民官 來決定事情的 而不是靠一個制度 明君或包經驗可以因為一句話來翻案 反之 昏君或是昏官也可以一句話來斥案 且你完全沒有任何的發聲平台 讓其他的民眾知道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無論是古代或是現代 都是靠著上位者的一句話來定奪是非 我們來看一下發生在2015、2016年的這個 中國709律師都知道了 幾百名中國律師後面幾千名律師的家屬親友 橫跨了中國23個大大小小的省份 這些人被拘捕、被喝茶、被約談、被坐牢 至今有人還在被監禁 到了一些特殊節慶什麼國際記者節啊 什麼國際什麼什麼節啊 你是會被斷網不能跟外接聯繫的 甚至你不能去在中國的任何駐外大使館 你不得靠近 這個網路上好多好多影片 709律師自己拍留到外訪的 有興趣的小粉絲可以自己去看 你再來說一下那個是美國的攝影棚呢 還是台灣的攝影棚 我們簡單講一下709律師為什麼會被補 北京市朝陽區律師協會 向全國人大常委寄出快遞 希望可以針對目前法律的現況 來修改一些有爭議的法條 結果最後大家知道嗎 這些律師被判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在民主國家是這樣啊 譬如說我是一個老師 我在工作上啊 或是我同事啊 遇到好幾年狀況 寫信啊給教育部寫信去找一個立法委員 來代表你們出身 欸某立法委員你好某教育部長你好 因為我們這個老師怎麼樣 其實這個法條上跟我們務實上有很大的落差 希望可以修改這個法條 然後沒多久啊發來公文你們這些老師啊顛覆國家政權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各況人民提案修法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而且這些人都還是高知識分子 他們在律師事務上打一些官司的時候遇到 喔這些條案跟這些條案是有衝突的 他們想要去修改這個法條 然後你說人家顛覆國家政權 怎麼樣廢了那個有爭議的法條 會顛覆到你共產黨的政權啊 那請問這個法條是不是惡法呢 你們央視跟外交部天天在說 中國依法治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你要不要笑死人 你真的是會笑死我欸 我只能說啦 真心祝福你們小粉 跟中共一起共存亡 共患難 因為以前也很多上海人啊 是跟你們這樣看的 但現在他們也不這麼看啊 以前武漢啊西安啊 那些有部分的人啊也這麼看啊 自從他遭了社會主義鐵權打擊之後 被特色管理之後啊 他不這麼看啊 只是他不敢講出來啊 沒關係慢慢等 反正只要這個政權還在啊 遲早會輪到你身上啦 反正我是台灣人我沒差啊 如果你要喊武統 請你先去實行你所謂的民主自由 去遊行上訪 去抗議讓共產黨政府趕快武統台灣 如果你連這個權益都不做的話 你不要跟我說你有什麼民主自由 你愛黨愛國 騙笑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集見啦 掰